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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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主席李兆基私人持有的天后维峰晋汇 属于港岛区最新推出的单栋新盘 项目共设216伙 预计2020年8月落成 留花期长约18个月 与杨栋梁系内多个市区重建盘一样 维峰晋汇同样主打细单位 项目全为开放式和一房间隔 标准户实用面积由196方尺起 主打的一房单位实用面积265至302方尺 当中标准一房共有154伙 占楼盘超过七成比例 发展商早前开放两个交楼标准一房示范单位 现在看这个28楼B室 实用面积270方尺属于一房间隔 单位最特别的地方 是厅和房间之间以大堂门作为分隔 住户可因应不同的情况 选择打开或关上堂门设计灵活 关上堂门后睡房和吐翅面积大约有100方尺 感觉上算宽敞 项目全数单位均以开放式厨房设计 更备有活动式工作桌 善用每一寸空间 而另外这个示范单位是28楼A室 实用面积267方尺 一样是一房间隔 与刚刚参观过的B室不同 这个单位以景场作为厅和房间间隔 由于单位位于单边的位置 所以房间持有转角窗 令到视野更广阔 楼盘所作的木星街 环境比较清静 但附近基本生活配套齐全 更比伦铜锣湾街市 亦有多间食市 由楼盘步行数分钟 便可到达维园一带 住户可到那里散步 另外楼盘步行数分钟 便可到达港铁天后站出入方便 事实上同区近年 都有几个项目落成 包括行地的遗风 以及比伦由详实发展的DIVA 咬了 итан sin sen 优优独播务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